我,我,我,我 最記得小時候我們看一個故事 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 他當初小時候砍了老頭的櫻桃樹 他就跟老頭認錯 大頭,你砍了我這棵大樹 你認錯嗎?你是我認錯嗎 我想問我有甚麼錯 沒有錯… 我最自由 沒錯… 你不知錯吧 完全不知錯 最多請你吃薄餅 老闆吧 斬得很不開心 而且放心,老實說,你也不用害怕 這棵不是大樹 是嗎 這棵是老樹 老樹…斬你… 而且放心,大頭 你遲些可以節省一點 畢竟過兩天之後 我請大家吃薄餅 很快就不請大家 太小了 甚麼數位 吃到家裡 讓我請… 是,我先提醒一下 對,我也提醒一下 你不報仗眼淚… 你現在多少?7000多元 我現在多,總之50分左右 這麼少,過兩天我會想回來的 你們怕嗎? 我怕你過兩天比阿昇低 當然不會,阿昇現在是最低 應該有段時間都爬不上來 就是低處未選擇做Kit 所以他未出聲 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 迎結了 今晚… 如果今晚德國能夠平手盤 能夠殺到英格蘭的話 我會喜歡上來的 但我很害怕 看你今天的唇膏 再看你的裙子 看著你今天不是看不開嗎 這期不是買得這麼大嗎 現在看不開嗎 不,我要旺下他 很旺下 有點害怕 Kid,你會否答正今晚12時 答正12分,然後做一些應該做的事 會怎樣?看蘋果 不,而且我打算旺下他 配花在水 你送給我們吃的薄餅 也有那麼紅 先做一件事 沒那麼多 先做一件事 說真的,大頭請本來也不想吃 不過沒辦法 太好吃,要逼著吃 但… 味道… 很恐怖 我當她是女朋友 現在貓真 不要緊 當然 但其實我們今晚這場 英格蘭對德國 我們都可以打一個牙膠戰 陳雪鵬 又吃飯吧 又吃飯吧 你叫大樹就算了 大樹就算了 大樹就算了,再吃披薩 叫老樹就算了 老樹… 老樹盤筋很穩固 正所謂…我也很穩固 現在排第二 今晚先砍頭 然後把這個棋放到四分三棋 然後再把採礦 然後拋到別處,我不管她 但坦白說,這幾個都挺有威脅 我也要少拋 當然了 已經完全不當阿Kid 阿Kid… 阿Kid已經拋了 不要緊,你們的分送 我不重視 最重視是馬上看走線圖 究竟… 對,現在… 早就知道 是嗎?我不知道 只知道烏拉圭加拿 昨晚出線了 今晚英格蘭對著德國 英格蘭也挺大熱 可以出線 我稱讚這位英格蘭 你估估八道嗎 四強,我估計 四強都是阿根廷對德國 坦白說,四強都是阿根廷對德國 阿根廷也贏了德國 這樣也沒感覺 到時候決賽對荷蘭也贏了 冠軍就是阿根廷 麥犀哥對德國也不出奇 我怕他過不了西班牙 不可能 我很難得地,我支持阿智 我都覺得今晚德國可以出線 我同意你,今晚你這隻女鬼 我絕對同意你 紅色的女鬼 很害怕 還是長洲那隻 對,最可憐 今天最可憐 道士不在,真正理不了 你貼吧 道士給我一張符 如果你有甚麼 我拿一張符,貼著它 貼著它 這期你知道很多道士 說幫人家施法術 你不是那些吧 不是,你和我一起住幾晚 你就發貼了 不是吧 你才發貼 阿胖是否屁股都帶幾張符 有甚麼事就拿來貼貼 不過說真的 這個時間 我們也要分享一下這麼漂亮的球衣 很適合我 藍色就是 今天我們有兩件球衣 對 一件是德國 一件是我手上的意大利 所以今晚這個直播賽事 一定要留意 我們上半場同樣會問大家 一個問題 到下半場的時間會發放一個密碼 記住它之後 我們有機會打電話給你 這兩件球衣 答對的機會 太棒了 就是你了 不過說話說 今天不僅是有球衣 阿占也會有好東西給我們 當然了,明天7月3號 到時我、Rita和Kid 三人一起去澳門 跟大家一起看球、玩、開心心 那我想參加又怎樣 沒問題 你沒有說這些問題 很簡單 7月3號 大家都知道我們會去澳門 想跟我們一起去的話 到時我們會去馬場 除了看馬之外 又可以看球 最重要是有石 但怎樣玩 很簡單 只要大家打電話 來我們的風波熱線 警察客 德國對著英格蘭這場球 究竟是哪一隊出線 又或者把你的答案 連同你的全名 電話號碼和身分證 的英文字 沒有頭三個數字 電郵來我們socca64 kpootv.com.hk 這樣就可以了 沒錯,猜中而被抽中的五位朋友 大同一位朋友 跟我們一起去澳門 吃、喝、玩樂 一起盡爽 到時他一個抱兩個 最開心 又是這招 做整招 到時候我們完整的球 都已經12時多 沒理由不過一晚 所以跟我們一起去 跟你們一起過一晚 你們兩個一起過一晚 很老闆 又接我們過一晚 到時我們會包這個酒店 送給大家 不過我們當然開心 但是這個遊戲 也有自己的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都有兩個遊戲 玩 這個去澳門的遊戲 我們就會 由現在開始 可以打電話來 傳電郵來 都可以 但我們會在上半床 開球的10分鐘 大家就記住把握時間 說了那麼多 稍後回來 我們是時候聊聊 德國、英格蘭 英格蘭 德國、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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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這場德英大戰 非常有咬口 為甚麼有咬口 大家一起聊、一起會咬 我給你一口咬 我咬完了 你咬完了 我咬完了 你的嘴就是臭嘴 你可以咬到向上 跟我一樣,喜歡向上 跳起來 就是糟糕 你咬那麼小 為甚麼咬那麼小 很小 他要扮斯文 對,沒錯 他平時是這樣 阿Kid最熟悉你 一小吃 但老實說 今晚這場幫我贏了 看票數 贏了得國隊 還要大咬 先看看哪位 先別說太多 德國 看見到嗎 德國哪位 我真的看見 英格蘭 在洋客平手盤 1.92下至1.8 另外洋主方面是1.92 回到2.05 反而洋球主要和方面 沒有動過 特別是 街一方面的英格蘭 很低水 只有1.45倍 還有入球勢 只有1.5倍 神奇 我自己有偏見 我自己很喜歡德國的 洋球平手盤 那個洋主 但看見他竟然是回飛 不用怕 好分一點 正所謂贏也贏得好分一點 雷詩 沒錯 但在這場賽事裡 主勝德國的贏得很賠率 碼會開得比很多博主公司 其實外地是2.8、3倍 馬會零零性是低的 還有外地有些出到 英格蘭要讓德國平手盤 很重要 在英格蘭這場 莫非真是貝城借1 但在臉書方面就下跌了 但看人腳方面 德國之前說小豬有傷 不行 結果暫時正選上陣 又說謝六美保定有傷 不能上陣 結果又是正選上陣 似乎看人腳方面 德國這場賽事 絕對不怕英格蘭大軍 聽到 這些叫做扎著上 即是落到球場的狀態 是未必好 這就是唯一擔心德國的問題 還有今天拿在箭頭上 也少這麼見 至少德國方面 就沒有了卡卡奧 不能上陣 所以我對德國的後備兵 和所謂的正選上的狀態 也有一點成年 不要緊 因為前鋒方面的高老師 這場叫他停賽復出 卡卡奧上陣不明顯 看到他代替高老師 正選上陣的時間 和隊友的默契差一點 這場高老師配合 其實你說前線上 普多斯基和奧伊斯 這些年輕有活力 有速度的球員 我相信進攻線 一點也不成問題 特別是活力方面 比英格蘭更強 統計數字來說 英雅方面 國家隊平均年紀 是全世界盃中 第3隊最大年紀的球隊 德國方面 年輕有活力 這場比賽 打活力那一番 打年輕那一番 也打死你了 還有 其實兩隊球賽 在分組賽的表現 事實上各有挑剔 但如果算挑剔方面 我認為德國較少 英格蘭真的挑剔會較多 所以假設平手盤 90分鐘都是和波 當作走盤 但加時或12晚 我覺得德國較高 英格蘭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場線也有這些問題 謝拉特林帕特巴里 的分工上 究竟問題是怎樣 以及他們連接都30 我怕他們的活力 不及德國那邊長 但不要緊 之前上一場 看到朗尼和迪科爾 打過雙箭頭 其實看到迪科爾 在前線的板 除了近力之外 而且板的能力是相當之高的 如果你說今天用回 這個442的陣式 不是不能跟德國困 所以如果由平手盤也好 或者是加一也好 真的可以撐緊 我們的表現太大了 不知道Eddie怎麼看 立刻看Eddie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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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